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凯云答应过大家在疫情期间 只要我时间可以的话 那么希望可以平安地陪大家度过 所以我们会请专家很厉害的医师来这边为大家解答 今天可以请到李建章医师真的好开心 李建章医师是哈佛大学流行病学的博士 也是台大急诊医学部临床教授 欢迎李教授 凯云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么教授呢 他其实在这段时间除了教学生之外 也是在急诊的第一线 看到很多的状况 教授要告诉大家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Omicron基本上不是绝症 但是你要有方法 有一些方法可以积早把它找出来 找一点投药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重点 到底哪三大方法 凯云会跟着医师一起来跟大家说明 第一个部分我想问 很多人都想说用快筛的方式 就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有确诊或没确诊 但是你对于这样的方式觉得有点担心 为什么 是这样 就是说快筛的话如果阳性 它的准确度是很高的 可是快筛如果是阴性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去miss掉 就是说会所谓的伪阴性 尤其是在老人的时候 如果说你在早期用这个快筛 它有症状了 那你误以为它这个阴性就是没有得病 那等到这个它阴转阳的时候呢 再投药可能就会太慢 这样子的时间可能已经错过几天了 这个现在我们好多的一个观众 或是我们急诊室的一个病患都跟我们讲 连续五六天在阴转阳都有 那我们投药就是黄金时期就是五天 那你错过这个就已经错过黄金时期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来告诉大家说 其实Omicron现在有非常棒的药 这个辉瑞的药可以预防中重度90%以上 对所以如果能够在黄金时间投下这个特效药 真的Omicron对我们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威胁 OK好 那再医师告诉我们怎么样把快筛准确率提高 或者怎么样观察家人症状之前 我想先听一下 因为其实从四月中开始破千 四月底破万 然后一直到现在六月多 大家就看了那个数字 而且这个是我们的感受而已 然后我们只知道说身边有什么样的人确诊没确认 到底在急诊第一线 你看到哪些让你觉得很心痛或者印象很神的事情 对其实来急诊有一些很心痛的事情 就是说他是轻壮年 然后他就是一直很担心说我这个一旦快筛了以后 就会被减少工作被隔离 然后呢他就是忍着这些症状 等到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才一筛 筛了羊来我们急诊的时候 没有多久就要插管 后来就往生了 就走了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 你只要一吃药就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的 还有大半人生可以过的 是就只是因为一开始好他可能就为了工作不敢筛 这也是我们很担心有一些人担心工作所以就变黑术 大家以为变黑术没事吗 如果从这个教授讲起来可能后面病情变化会很大 是对因为现在医学上真的没有办法去分辨说什么样的人你得病会很快好 谁会变恶化 所以这个医生医学上没办法判断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症状的时候 就不要汇集肌也不要怕快筛 筛下去如果没有 那就是可能如果还是有症状再去做PCR 或是我们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样提升快筛的一个准确度 赶快投药 那你可能就像一个感冒一样就传过水无痕 然后你还得到了一颗星星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说那个无敌星星就对了是吗 所以就是这个决定一个决定信念之间会影响差这么大 所以今天很谢谢凯云这节目我才再提醒这个民众 早期有症状的时候喉咙痒痒的时候就要来做了 对好那喉咙痒痒的时候怎么做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提醒大家 你跟你的家人可以避免转到中重症 保护你跟你的家人的一个方法 这个教授呢我们过去像快筛只有用鼻子嘛 对不对好假设这是棉棒的话 我们就戳进鼻子里面 然后转转转转转转 就这样子把它拿出来 但对于很多长辈或小朋友可能比较不习惯 但不管怎么样 这至少是现在大家快筛可以用的方法 你说这个准确度大约只有多少 像直筒板一样吗 对这个依据各家快筛 它的品质良又不及 如果平均起来真的就只有直筒板好一点点而已 对大概就是五六十而已这样子 所以呢 而且这一波你会发现呢 我们Omicron的时候通常是从喉咙痛开始的 流鼻涕的少很多 所以我们如果一直挖鼻子的时候呢 你可能挖不到病毒 OK好 所以可以怎么办 其实这张图就是李教授的 他说鼻子跟喉咙一起挖可以增加快筛灵敏度 大约可以增加到多少 他绝对可以增加10%以上 这个是现在在加拿大1400多个人的一个研究 好来那你来教大家假设这个是棉棒好了 我们现在如果快筛拆一个棉棒 然后可以怎么做 可以第一步怎么做 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对着镜子 然后嘴巴打开 那就可以小声说啊 然后这时候他你会看到这个构造 这个叫小蛇 小蛇旁边有两个鼓出来的东西 这个我们叫做扁桃线 所以你就是对着镜子去抹一抹扁桃线 容易找吗 因为我们实在很少不会这样嘴巴打开 看那么大 对 所以要尽量的大声喊这样子 然后伸进去之后呢 不要去碰触到这个烟底 就是说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叫呕吐反射 对 然后这个也不用太害怕 这个棉棒我自己都试了好几次 它不是那种一般比较硬的 大家在挖耳朵那种棉棒 它是很柔软的 所以你就这样子转五圈 左边右边各转五圈 是在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稍微涂一下转个几圈 对 那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 你如果喉咙痛喉咙痒痒了 就是要去戳那个会痛会痒的地方 痛哪里就戳哪里 对 因为那个就很有可能就是病毒在那边做怪 所以你去戳它最容易戳到你的这个抗原 然后这个你的舌头啊 或是你的这个牙齿啊 尽量不要去碰这样子 可能不小心又把这个抗原碰掉 是 然后做完这个以后再来做鼻子 所以先用嘴巴同一个棉棒啊 是的 所以就很多观众就说 那这样子会不会把嘴巴的这个口水带到鼻子了 怪怪的 所以有观众就跑去买这个西药房的一个棉棒啊 一般的棉花棒可以吗 结果他做了以后这个会影响到效果 因为一般的棉棒跟这个棉棒构造不一样的 他那个棉花呢会把那个抗原的黏在上面 你到时候要融进去那个液体的时候就融不进去了 所以会影响准确度的 所以千万不能自己去买一些棉花棒来用 一定要是快塞里面附的棉花棒 他们这个棉棒里面的材质还有高科技 好 所以同一根棉棒弄了嘴巴这个扁条线这边之后来弄鼻子 来弄鼻子 也是左右各转五圈 是 然后再放进去那一个容易 那如果有人想要分开的话就变成两个快塞试剂吗 对 如果你家里快塞够的话 你又不习惯这样子鼻子跟口水互相去混合 那你就拆两个 那可能会一个 一个羊 任何一个羊就是羊 这样子可以拉到88%左右 88%的准确率 对 你看就是跟原本的60%是天差地别的一个准确率 好 这个是我们李建章教授教大家的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博士 也是现在在台大急诊部的教授 那我教大家鼻子跟喉咙可以一起挖 让敏感度原本快塞可能只有五成好一点点 然后可以拉到八成八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第一个要赶快找出病症 就是为了要找起头药 那如果说有一些老人家好了 他的情况是 如果老人家他因为之前用鼻子可能是阴性 如果再加上这个喉咽部的话会变成阳性吗 还是说也不见得 老人家其实我开始在推广这个观念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联友网友都会写信给我 他们真的就发现说原本挖鼻子自己的老人阴性的 赶快回去再加做一个挖喉咙的就阳性的 也有诊所医师也告诉我说他们这个病人来在家里挖了四五次都阴性 他照了方法跟我再挖一次也阳性 所以这个谢谢这个很多的这个联友跟这个医生 给我这些回馈 所以也是告诉大家 但是我们碰到老人你第一个前提是 你总是要知道他有症状要挖 如果你连说想要挖他的动机都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 那根本就不用谈后面的技术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谈到说 其实老人的表现跟我们年轻人真的差很大 表现是不太一样的 我先请教授告诉大家 一般病毒感染 他大概第一天第二天会怎么样 第三天第四天到第七天好了 大概是会怎么样 先告诉我们一般人这个病毒上面的变化 是这个病毒 跟以前我们的感冒经验不太一样 以前感冒经验可能一开始 只有一些不舒服越来越严重 这个病毒 他一开始是很高的就爬到很大的一个病毒量 所以在前一两天的时候呢 你会开始高烧 喉咙痛 第一天第二天就冲上去高烧 对就冲上去 然后有这个民众会讨论说喉咙痛 甚至会跟你讲痛颅刀割 然后会肌肉酸痛 然后头痛 然后会倦怠 所以这些都在前48小时最严重 然后才逐次的慢慢改善 是 打到第五六天以后就慢慢会好 咳嗽在比较中后段出来 咳嗽在中后段 对 好 大概是整个病程是这样 OK 第一天第二天48小时冲上去 发烧 喉咙痛 肌肉痛 头痛 我同事就是这样 他跟我说头痛欲裂的感觉 所以为了这个呢 凯云当时也特别 因为很多人提问 所以我当时也录了一个就是包括你喉咙痛入刀割 还有尤其小朋友发烧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我们现在都居家照护嘛 轻症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帮他缓解 大家可以去看这支影片哦 那医师刚刚提到说 病毒感染之后第五六天开始咳嗽 然后会喘 甚至已经到了七天出关之后 持续的咳嗽 这又怎么样舒缓呢 有另一支影片也告诉大家 有个地方刮痧一下 其实就蛮有帮助的哦 凯云在疫情期间其实也很忙 然后像急诊室医师更不用说非常的忙 为什么我们愿意花时间在这里 就希望提供大家有用的一些帮助 所以也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更有动力可以请医师来跟我们一起 让大家在这段时间可以平安度过 好李教授刚刚提到说 一般人的病毒变化是这样 那老人家呢 他也会冲这么快 还是说感觉不到 老人家也是会冲上来 但是老人家刚刚我讲的这些症状呢 会比较不容易感受他 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就不像年轻人这么好 我们刚才这些症状都是免疫系统去攻击病毒的症状 如果这个老人家免疫系统攻击病毒的力道没这么大 这些症状就会变得非常的我们叫做非特异 或者是比较隐晦的症状 好所以我帮观众整理有四大症状 第一个症状叫做微温 我们以前的观念都是38度才叫发烧 其实老人家只要37度8一次 或是37度2两次就叫发烧了 是量哪里 额温还是口温 口温 口温 对 37度8一次就算发烧了 对对对 或者37度2 2两次 很多人都觉得真的是要到37度5 38度才要紧张 不是这样 老人家微温就要注意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老人家都长期咳嗽啊 长期喘啊 所以你用咳嗽跟喘去看这个新冠 在老人家你就分辨不出来 这个是成年的咳嗽还是新的咳嗽 是 所以我们要注意说他有没有这个拉肚子 还有这个兔这样子 那其实凯云之前的节目也特别讨论 这个拉肚子对新冠的影响 那这个拉肚子 其实它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的肚子 事实上也有这个病毒的接受体 而且是呼吸道的100倍 哇哦 所以现在医学上发现说如果有 肠胃道症状这些新冠肺炎啊 它后来变成重症 的几率比较高 对 变成呼吸衰竭的几率 是比没有肠胃道症状能高好几倍的 那那个拉肚子是拉到什么程度啊 还有它跟我们一般的腹泻有不一样吗 是的 它这个拉肚子的一个特色 就是都是一直是水泻 一天四五次以上这样子 它并没有血变粘异变这些情况 然后这个呕吐也是一直持续的这样子 那像水泻 当然我觉得有这些症状赶快PCR之后就要投药了啦 那这个水泻再及时 就是说因为PCR可能大家还要找啊干嘛 补水或者是防脱水电解质这个部分 老人家我们可以用什么 因为用盐水又怕高血压的问题 你会建议怎么做 我会建议可以把这个所谓的 最好的是去这个药房 他们是有这个叫做电解质水 这是一个方法 那如果附近药房没有的话 可能在超商 用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解质的 这种运动饮料的1比1的去 它泡 这也是一个方法 用吸释掉就对了 对 好那是慢慢喝 需不需要分开慢慢喝 如果已经脱水的时候 其实建议大口大口喝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脱水 只知道他拉肚子了 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脱水 脱水的时候老人很快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他心跳会变快 他心跳会跳到这个90、100以上 第二个呢 他会说口干舌燥 第三个他不太尿尿 在更严重的时候 他根本就昏睡 不反应 所以这些都是脱水的征兆 好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微烧 老人家口温37.8度一次或者37.2度两次就代表说其实已经是烧的状况 第二个就是有肠胃道症状 一天水泻隔四五次 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个是沾望 其实沾望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医师说过有一些人他在病程的过程不是新冠会沾望 还说什么看到关公站在那里保护他等等 那这个沾望跟我们一般过去听到医师说有一些人病比较重的沾望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要怎么观察 其实这个沾望倒是没有跟之前所谓这些其他病引发的沾望有不同 只是在沾望的时候一般不会跟感染病想在一起如果他没有发烧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说他在胡言乱语 甚至有一些老人他有早期的失智症 他有八经身症 他平常晚上睡不好的时候就会胡言这样乱语 所以你甚至还会觉得要给他吃安眠药 那这个时候就错过了 对你就错过一个黄金时期了 我记得那个十岁小朋友很不幸最后走了在城大医院那一个 他就是说有妖怪 说厕所里有妖怪什么等等 这是算沾望吗 以那个小朋友的例子 小朋友我们不叫沾望 但是他的机制是类似的 小朋友我们这个叫做试幻觉 对这个小朋友试幻觉其实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脑炎 在我们以前叫做EB脑炎 在小朋友就是我有一个叫爱丽丝症后群 他就会看到这个爱丽丝梦游先进的世界 也是有很多的幻觉手脚都变长 所以这个在小朋友的有这些幻觉 就是一个脑炎非常典型的一个真相 那如果类似像那个小朋友他看到妖怪你刚刚提到已经有试幻觉是代表如果在小朋友身上是很严重的 是啊 已经公到脑去了 对啊对啊这个就是到脑了 所以他才会产生这些情况 好那如果老人家的沾望呢 他也代表公到脑了吗 还是老人家就不一定是公到脑了 好因为老人家本身尤其是浩发就是这些我刚才讲的 他本身已经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了 他有一些失智症 有一些巴金森症 他已经有一些脑的障碍了 然后平常又吃很多这些神经的药物的 对 好那在这个风吹草动的时候呢 他认知功能产生急性的障碍的时候呢 就会变这样 有时候一种正向的状况就是一大堆的这些幻觉 幻视 然后有一些负向的症状的时候呢 他就变得不太讲话 就变得就是说没什么反应 所以这个有正面跟负面都是一种认知功能的障碍 好不太讲话是需要注意 那你听过老人家在这一波里面沾望 有没有几个例子啊 比方说他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呢 是的 在我们急诊室其实大概两三天这种例子就一直在发生 他一进来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会开始 有一种形态就是说他有一些政治倾向 他就会开始一直骂政治人物这样子 所以这也要注意哦 可是这不是跟他平常一样吗 他就停不下来 然后而且他会没有空间感 就是周围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在看病的时候 他会这样大声大小声这样一直骂 而且安抚不住的 会失去这种所谓一般人的一种界限感 还有就是说别人大家都已经在注视他了 但是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对 那还有什么状况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会去开始把这种家丑外扬 这样子 家里有一些很不堪的事情就开始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了解 好所以并不是看到妖怪看到关公这种才势哦 原来一直安抚不了 然后一直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应该这样说 平常可能关起门来跟自己的好友或亲人讲的话 居然往外讲了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 对他他失去了一般的礼节了 然后就完全这些周围的人在看他他讲话的音量这么大 他都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这样而且是安抚家属人跟他解释安抚不下来的 很多时候家属这个时候真的像医师讲的会想说让他吃安眠药或者觉得啊 赶快把他关起来 趕着睡 然后没有抓出去觉得很丢脸 反而不是你要救他就要在这个黄金时间了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跌倒 跌倒这个是真的蛮多人的 就是跌倒有几种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你在新冠的时候呢 你就是会比较无力 那我们老人常常就讲说叫做肌少症 肌弱症 因为他就是本身 肌肉的一个数量大幅的减少 再加上没有在运动锻炼的时候 所以可能对年轻人只是倦怠 可是对他就是走一两步就跌倒 那第二个还有就是 我们讲到的一个姿势性低血压 就说 如果说你这个发烧的时候 然后在退烧那一个点 汗都排出来那个点 就特别容易产生这个叫做 姿势性低血压 因为老人不太烧嘛 你也不知道他烧 可是就发现他全身衣服都湿了都倒汗了 他一站起来他姿势性低血压可能就跌倒 那跌倒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就送他去看外伤科 我们还有案例 是其他医院的医师告诉我 他是跌倒脑出血 送脑出血的时候要去 紧急要手术 结果验起来根本是新冠 所以 为什么 但我不太懂 为什么老人家 得了新冠 他的非典型症状提醒大家跌倒 是因为你刚提到的那个 发烧 还是什么原因吗 为什么你会提醒他说跌倒是需要注意的 因为跌倒 你一般不会跟新冠联想在一起 可能会 想说他可能 脚踏空 可能会想说 这个通常都有个情境 你会想这个情境就是我们一般人 会遇到的跌倒的情境 是类似的 所以没有往那个地方去想 那没有往那个地方去想 的时候 可能 这个时间点错过了 后来 就他的体力越来越衰弱 甚至有些在睡眠宫 就产生这个 猝死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教授提醒大家 这四点 包括低温 然后这个水泄 沾望跟跌倒 都是要注意的 因为老人家的状况 比较非典型 凯恩之前也路过 有五类的人 然后特别注意 比较容易 轻症转为中重症 大家也可以去看那支影片 那么 待会我还要请医师 告诉我们说 像现在新冠这个药 会不会跟哪一些药有交互作用 有特别需要提醒的部分 大家会讲 那也请大家订阅 按赞分享 跟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 在这段时间 尽管很忙 还是持续为大家来做 好 那刚刚就说那个药 你说五天内投药 非常有效 我们刚告诉大家 这三个方法 不管你是 鼻 跟 喉咙同时来裁剪 或者是说 老人家要注意他的这个 病程变化 跟一般人不一样 都是为了要赶快投药 保护你的家人 五天之内投药 效果最好 那 我也看过那药 好像跟 有些交互作用是不是 因为现在有一些是领了药 65岁以上领了药 自己在家里吃 他会怕 他本来 顾腊 然后这个糖尿病等等 那些药要不要停 这个到底怎么办 对 就是 新冠的药有两类 一类是辉瑞的药 另外一个叫莫拉皮拉维 那辉瑞的药在临床试验是最有效的 他可以下降这个 中重度 达到89% 如果三天给 如果说是五天给 88稍微低一点 好 所以给药的概念 不是只有 五天内黄金期 是越早给越好 是 所以你能够 早一个小时 就是早一个小时 早一个小时 早一个小时 那 因为 这个 Poxlo比 这个辉瑞药这么好 可是他的问题 就是他跟 几百种的药物 至少超过300种 以上药物 交互作用 那观众就问我说 交互作用会什么样 什么叫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们吃到体内的药呢 就要透过肝脏 去把它代谢排掉 对 那这个药进来了以后 另外一个药就不太代谢 比如说这个我们老人家常常要吃一个药来 预防这个中风 叫RCP0 或抗血脚板药 你吃了这个 Poxlo比之后呢 另外这个RCP0的药 抗血脚板药 他就不太代谢了 血中浓度就越来越高 然后你就大出血 所以搞不好 你可能治好了这个 新冠 结果你是肠胃出血 脑出血 是因为这个药物交互作用 引发了一个 并发症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不希望看到 有的人是吃那个 心律不诊的药 对 他也是一样 这个浓度就拉高了 以后心律不诊 的药太高的时候 他变成 这个心跳过慢 变成甚至是 心律不诊猝死 那这个也是一个 可怕的地方 那怎么办 我们如果说 帮家人 尤其这真的是 帮长辈拿 因为长辈才拿得到 如果说 拿回家的话 这样讲到底要不要让他吃啊 或者是要怎么用药原则 对所以这个在 处方药物的时候呢 医生 不管你是视讯 或不管是 这个在 家里看病的时候呢 到那个医院看病的时候呢 医生都会去 我们会上一个叫利物浦的一种 药物交互网站 医生也背不起来 所以都一定要去查 对去查这个 Poxlovid 跟你的药 有没有这些交互作用 是 对 那如果说像刚刚凯云讲 这个情况 是如果说家属可以帮忙 上网查也是可以 或是拿到我们附近的社区药局 去问一下 或是去诊所去问一下 我觉得这些 在用药前的话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确认 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你的建议就是 到药局去问嘛 或者像视讯看诊 凯云有做了一支 就是视讯看诊 你一定要跟医师说的五件事情 两三分钟 让医师可以快速掌握你的状况 当时的医师有教大家 你既然已经视讯看诊 你就拍药袋 不然那些英文名字 我们也讲不出来 拍药袋让医师看啊 可能可以 协助做一些判断等等 那所以在那段时间 基本上还是以 吃这个新冠的药为主 那避免他可能跟其他的病 交互 其他药交互作用嘛 对不对 主要是吃这个药嘛 对 好OK 那另一个 莫拉皮拉伟有这些副作用吗 还是相对 莫拉皮拉伟相对 他的交互作用少 那 那 民众问到说为什么不鼓励 为什么不用这个勒 因为这个他的效果就差太多了 因为 这个 辉瑞这个药 他的效果是90% 莫拉皮拉伟大概是30%而已 所以 所以说那个是叫做不得已的情况 那哪些人不得已呢 比如说你的 肾功能有 第三期第四期以上 或是你洗肾的病患 或是你的肝功能 也是比较后期严重的一个肝硬化 这些情况因为不得已 所以你只好用莫拉皮拉伟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些管罐的问题 就是说有些 人觉得说这个 辉瑞这个药 药丸比较大 对 但是 他没有办法变成水剂 但莫拉皮拉伟是可以做成水剂的这样 OK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教授来让我们了解了 包括在 急诊最前线遇到的状况 以及怎么样保护家人 Omicron 教授一开始就告诉我 不是绝症 要告诉大家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 你的快筛 是不是用对了方法 好 可以看我们影片前面 包括了 用鼻咽快筛 跟喉咙的快筛 到底要怎么样裁剪 让他准确度 可以提到8成8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要观察 尤其长者的非典型症状 你的长者大概是几岁以上 好 大家 70岁以上要特别做 注意 因为 在这个统计数字里面 70岁他跟另外一群人 他死亡率会上升20倍到100倍 20倍到100倍 好所以70岁以上长久 他有非典型症状 观察四个部分 包括低烧 呃吐 这个水泄 肩旺跟容易跌倒等等 那第三点 就自己家人 第三点 就是前面两个你要赶快确认 确认是确诊之后 赶快拿到药 然后早日投药 早一个小时 也早一个小时 好 对 所以 这个大家要记下来了 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那么凯云是在疫情期间 答应大家有时间 就找专家来录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凯云可以的情况之下 就会 请这个专家来告诉大家 今天真的很谢谢 教授来我们这里 谢谢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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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